过端午一定要做到一不吃,二不油,三不做 也就是说啊,在端午节这一天,这六件事情是不能去做的 首先说一说,这一不吃 按照过去的习俗,这一天已经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回娘家吃粽子的 在古时候缺衣少粮的那个年代 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再想着去吃回头饭了 娘家也不富裕 自己已经成立家庭,就应该多花一些心思,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家庭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端午节与其他节日不同 它是以缅怀为基调的,并不是什么喜庆的日子 所以说,在古人看来,这一天也不适宜出嫁以后的女儿回到娘家 这个习俗目前在山东部分地区依然保留着 这是一不吃 那二不油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不能下河游泳 民间有句谚语 吃了端午粽,还有三更洞 意思就是说,尽管端午节气温已经开始升高了 但此时河里的水温还是很冷的 上面温热,下面寒凉 所以千万不要涂一时凉爽而下河游泳 否则很容易因为下河水的寒凉导致腿部抽筋 也非常容易引起感冒 每年你看在这段时间发生溺水的现象非常多 所以在此期间,尤其是小孩一定不要下河游泳 除了不游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易外出远行旅游 按照民间习俗,五月被称之为五毒月 这期间随着气温的升高 空气也开始逐渐的湿热 蛇虫毒蚁开始繁殖活动 肆意出没于人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很容易对人们的出行健康造成威胁 这是二不油 再来说说这三不做 第一个就是不能相互问候的时候说 端午快乐 因为端午节是一个寄托哀思 很庄重很庄严的日子 不能说快乐 可以用端午安康来代替 这第二个不能做的 就是给孩子们带五彩绳和香包 不要随意的取下来 因为五月有五毒出没 古时候的人们为了驱虫必栽 就会给小孩手上带上五彩绳或者是香包 这期间按照民间习俗不能随意取下来 即便要取下来 也要在端午节过后的第一场雨之后取下来 民间认为雨水有冲刷霉韵的寓意 这第三个不能做的就是熬夜和露天睡觉 因为端午节期间正是燥热寒凉相会的时刻 夜晚温差比较大 如果夜晚贪图凉爽去熬夜和露天睡觉 很容易遭受风寒 在农村就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 吃了端午纵还要冻三冻的说法 看似天气炎热 实则夜里也是寒凉异常 所以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在外露天睡觉 或者是熬夜 您记住了吗 记不住的点赞收藏起来